她是风靡欧洲的东方皇后 她是以假乱真的小梅兰芳 她突破两大流派 创新京剧柳音纪 她跨越青衣小生演绎谢摇环 一坛大家系列之杜晋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讲述了楚汉相争之时 楚霸王项目的英雄陌路 爱妃遗迹自本殉情的故事 看待妄罪莫掌中 我不愿去到帐外 剧中鱼鸡的半年者是精致表演艺术家杜晋芳 杜晋芳啊 他这个嗓音的甜 润 圆 脆 亮 所有弹角的那个嗓音的优点 他全有 那真是震惊四座 前面不管你张三 李四 谁唱一代 这警方演戏累啊 他是啊 这个不仅仅是动容 你怎么动容呢 你必须得有情 所以要动情 那么你的情有哪儿生呢 必须要动心 所以他演出按我们的行话说 从不泡汤 从不放水 百分之百的投入 唱 念 做 打 是戏曲表演中的四种艺术手段 唱指演员的演唱功底 念指具有音乐性的面白 作指舞蹈化的行体动作 打指舞打和翻跌的技艺 一般在弹角的剧目中 这四种艺术手段的重视次序为 唱 作 念 打 而在杜晋芳表演的霸王别姬中 杜晋芳更重视一面 在剧情的简要关头 或是剧情转变的关键之处 杜晋芳大多一面表达 同时配合眼神动作表情唱词 将鱼姬面对四面楚歌 面对兵败的霸王项羽时的情绪变化 表现得微妙感人 上世纪五十年代 杜晋芳第一次在法国演出了这场剧目 霸王别姬连演数天 长长爆满 杜晋芳因扮演鱼姬形象 而赢得了东方皇后的美意 观众哇就是暗高暗高 我不听不懂法文什么叫暗高也不懂 我就觉得坏了 叫道号了 我还说呢沉着冷静 不管怎么叫道号 我不能趴在台上 我不能躺在国际舞台上 我还年轻 我要争取最后的胜利 你想那五层包厢加尺导六层啊 那观众摘起来 那法国观众特别热情 上了拍那包厢板 底下碳的脚板 就说安够了 完了之后拉幕 谢幕不知道多少次 然后谢了 多少次不知道了 1957年 第六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 联欢节在莫斯科举行 杜晋芳参加了这次活动 在联欢节上 他以石玉卓 嫦娥奔乐两句和清唱金水桥 为中国代表团赢得了两名金制奖章和一名银制奖章 这一年杜晋芳二十五岁 从艺已经十九年了 我父亲在牙牙学语的时候 抱着我 比如说像那个二进宫 自拿日语徐扬决略后 都坐在房工院闷闷悠悠 这我一遍就记住了 然后就让我爸爸给我唱 那么他唱完了之后 也一遍就会了 就不要再交二变了 我都先烦了 1932年 杜晋芳出生于北京 父亲也从事黎原行当 然而 由于当时的艺人地位不高 父亲并不同意身为女孩的杜晋芳 进入黎原行 为了表示反抗 杜晋芳将妨碍自己练功的辫子剪掉了 我一看家里都没人了 大冬天的 我再把那变子给搅了 搅在那满身全头发这儿 这儿还留一留呢 我一看那厨房门子开着呢 我拿一把切肉的刀 切肉刀块呀 把那一把那头发蹭一下 切下来 无奈之下 父亲答应让杜晋芳学习 然而 由于家境不好 父亲拿不出钱让他正式败师 而喜爱杜晋芳的老师 又不敢破坏黎原行的规矩 于是 老师开始以一种特殊的方式 教他学习 就是他允许我 他到哪间交系 我跟在后头 站在别人的院子里头 人家屋子交系 我在院子里学习 那屋里会不会会我不知道 反正我在院里头 我先会了 因为我没有地方吃饭 我也没地方喝水 那老师带着我去 人家允许我站在院子里 听他交信 这对我已经是恩赐了 吊嗓子 练身段 学唱腔 念本子 京剧基本功的操练 几乎成为杜晋芳 同名生活的全部内容 1938年的一天 在北京朱世口 开明大戏院的戏台上 杜晋芳第一次登台了 这一年 杜晋芳六岁 我一出去 大家伙有点发乐 太小了 因为我办戏的时候 桌子上搁一个 借一个板凳 给我搁那板凳 然后给我化妆 然后给我化妆 完了之后 我就上去唱 演出我爸 我都不敢看的 然后我父亲就面朝后 就问那个师兄弟 怎么样 他台上 就不敢吓得那样 我那个师叔也不是 师大爷说 不错不错 有口号 有口号 沉出气 下来之后呢 我没砸过 唱后我妈的全本的 唱完之后呢 我还跟我爸爸说 那打鼓子那儿差点劲 那挑剔了 就挑剔了 我父亲直到头稳定我 意思就是说 不要得罪 叔叔大爷 现在人都不管你了 您这么多毛病啊 在这之后 杜晋芳逐渐开始搭班演出 但是 这时候的他得不到包饮 剧班只是给他一些点心钱 照片上 这位饰演燕门关中的 萧太后的人物 就是被誉为 京剧界通天教主的王瑶青 他在继承前人表演艺术的基础上 将青衣 花旦 五旦 融合一体 创造了花山行当 成为中国京剧界的一代宗师 16岁那年 杜晋芳拜王瑶青为师 开始时 瘦小的杜晋芳 并没有引起王瑶青的关注 然而 有一天 杜晋芳被王瑶青特意叫到了身边 原来 杜晋芳的发音方法 引起了老师对他的注意 我师父说 你给我唱着 我听听 我说那好吧 我就给我师父唱 陪我师父教我的 胡听得 换苏珊 人家胡听得 都在这呢 我不见 我说从上头的 胡听得 我说你在上头 多高多低 都在上头 我师父说 你别动了 你就这样唱 更像妙龄少女 王瑶青肯定了杜晋芳 独特的发声方法 和朗润的嗓音特色 开始格外认真地 对他传授记忆 而这也为后来 杜晋芳首创 精具淡爵的科学 女性发声方法 奠定了基础 杜晋芳在王瑶青们下 学习了四年 对淡爵的表演 及演唱技巧 也逐渐联会 1949年 杜晋芳已经开始 自己组班 在北京济南演出 上演了 《启戒御堂春》 《红宗列马》 《凤桓朝》 一系列剧目 然而 这时王瑶青却决定 不再教杜晋芳了 而是把他推荐给了 另一位老师 当时我哭啊 我闹啊 为什么你不教我 不行你得给我写字去 王老师 王老师说 我一败的教学 都给我写字去 我没听到 我给贤人写字去 我给你写什么呀 就是我败的 没信你孩子教我 行行行行 你这孩子死心眼 不跟你贤人 又哭我闹了 那我跟贤 你败的 晚华以后 我还教你 我一直拿着桥当宝贝啊 王瑶青所说的晚华 就是京剧大师梅兰芳 我16岁 拜的没下 拜谁那天拍的 拍了160 那时候我师父给找了四个记者 拍了160张照片 我都流乱的挺好的 在王瑶青的推荐下 梅兰芳收杜敬芳为徒 并在日后成为梅兰芳最为清新的弟子之一 梅兰芳对杜敬芳的偏爱不仅表现在交戏上 甚至杜敬芳拜师时的拜师费用 都是由师父梅兰芳担负的 自从跟梅兰芳学艺以来 杜敬芳动作唱腔都集聚师父的神韵 有小梅兰芳之语 这是一张杜敬芳饰演鱼姬的剧照 梅兰芳甚至把这张照片 误认为是自己年轻时的剧照 梅兰芳一看 哎呀 这我哪年的照片啊 想不起来了啊 就一日头 这个薄笋有点不太对头 我这不弄弄硬的呀 我这不弄弄硬的呀 硬的多个子哼啊 这软的呀 这怎么是硬的呢 我还没 我说先生啊 这是我啊 梅兰芳说 妈 又你 我身上跟我跟我师父说 你这化上妆整个是一个 整个是小梅兰芳 我说我不敢那么说 我不敢那么说 你看我说话里头 有含义的哈 我不敢那么说 但不见得我不敢那么想 在梅兰芳的教导下 杜敬芳开始演出贵妃醉酒 霸王别姬这些梅派经典剧目 在长达十几年的积累中 杜敬芳的京剧表演艺术逐渐纯属 这点 你吃什么 不要 痛 实际你拿着宝剑哆嗦 不要痛 大 坑 轻 接宝剑 1951年 杜敬芳加入了中国京剧院 也是在这一时期 她迎来了自己事业的高峰期 杜敬芳成为中国京剧院 四大头牌中唯一的女性 这字典有历史了吧 这字典 这1951年 我上剧院上 上小忙班时候的 这人看的时候得这么着 您得拿这个 得拨着看 您知道 您这掉头菜都不敢扔 掉头菜都不敢扔 因为我学习时候 他拿着学惯了 他拿着学惯了 他翻得快 我能写一笔工长的 小凯2000的繁体字 然后你知道吗 就这个 都没法查了 都掉这了 您那会儿学字 就全靠这本字典了 你看见没有 他这里头 他是 他是你看 就全靠这个 就是我 从我迷上他之后 从他第一出戏起 一直那一段时间看的戏 比如说 第一次听的柳音机 是54年的8月26 完了就是9月19 25 28 这都是他剧目 这是杜静芳的代表剧目 柳音记 1953年 杜静芳在中国经济院 首演了这出剧目 柳音记 讲述了梁山伯与 祝英台的爱情故事 杜静芳在剧中 饰演祝英台 杜静芳在演唱中 既成了梅兰芳 不上花腔 不靠脱长气 来取媚于观众的优点 又有所创新 我那会儿挣90 我把30块钱给我妈妈 我这钱再花32块钱 30张 一块二一张是36 就码之后就发 有的收的回来 有的收不回来了 人家我就送了 就这样 这会儿 迷的时候 人家就 人家就说我是 说你是义务宣传员吧 姚想法小的 不过瘾 我就放了一张大的 就像这张 结果我就挂到 我那宿舍的 那个两个窗户中间 那墙上 结果人家 有的人进来一看 说这是谁的宿舍 我说这是杜静芳 这是我的 我的那个最崇拜的偶像 当时静芳 拿着那帮我别激的那剑 就在炮阵队那 舞剑 我给 没有乐队 我就唱着夜深沉的曲套 一盒盒 一盒一盒盒 他就舞蹈 上世纪50年代 杜静芳先后上演了 白蛇传 野竹林 桃花扇等 一系列新编或改编戏 充分展示了他身后的传统戏功底 以及创作编演新戏的能力 我一看这个白蛇传 我就想起他那个最出场油壶的那个美劲了 把那个诗情画意 你看 田老的那词的美 和他唱腔的甜美 哎呀 就让我就 就回味无穷了 这一时期 这一时期 一块紫一块肉皮子 回家睡觉上不了床啊 第二天起来腿全肿啊 但是照练 照练不悟 就这鼻子 那要练鱼木边 那鱼木边沉着呢 那个这这么高 这这么高 这这么高 他不砸 砸着只能开花 哗一下血全流下来 那我也不在乎 反正磨点什么 磨点那个药水 这都风干着他 好了再练 我三点钟起来练功 到天亮七点钟了 这因为练得太猛了 这脚这尬坏了 脚心朝上了 动不了了 人家最早到八点钟来练功了 那一个两 两中突以后了 谢尧环是1961年 剧作家田汉 根据《婉婉腔女巡案》改编 讲述了唐代女官 谢尧环女扮男装 为您起名的故事 杜晋芳是这出剧目的首演 在京剧谢尧环中 由于要女扮男装 因此杜晋芳的表演 也要跨越 《轻衣》和《小生》两个行当 这成为考验演员功力的一出重头戏 在扮演轻衣时 杜晋芳的唱腔吸取了少许美声唱法的特点 运用了鼻腔和胸腔的共鸣 将少女甜美的嗓音演绎得更加形象到位 谢尧环也成为杜晋芳最著名的代表作品之一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杜晋芳随中国艺术团走访了法国 意大利 智利及世界各国 以中国京剧特有的艺术魅力 征服了几十个国家和地区数以万计的观众 这是现代京剧《红色娘子军》 1972年杜晋芳在这部京剧中担当主角 出演吴清华 他运用京剧中的弹剧唱腔和表演方法 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改革 以适应现代人的特点 上世纪九十年代 为了完成国家的音配相工作 已经六十三岁的杜晋芳 不愿使用替身 坚持独自完成了白神传中的所有打戏动作 人家说你找替身 我说不解 我宁可战死 我绝不妥协 人家说你知后果吗 我知道 不要讲了 我可以写字句 跟你们没关系 后果是失明 双目失明 我自己觉得 无愧 一个是无愧 无悔 做一番事业 哪里事业不牺牲人呢 就即便是眼前双目失明了 我留下这本资料了 是我自己 六十三岁留下来的 这都是音配相子都写好了 你看见没有 晚霞工程月三级中宣部出资 杜静芳 将来我不在了 这些东西交在哪 归哪 是吧 这些个将来有哪位 有哪位青年 把它继承下来 2004年 杜静芳荣获第三届表演艺术终身成就奖 老演员 可有这本事 牵动观众的灵魂跟着我们走 如果我们在台 我们得去观众 我们得去观众 真的 我们得去观众 把自我盖那 你洗 不行 不怎么样 这不行 我们得先去观众 然后再去那角色 去牵动观众 这一看呢 又这点 对了 这点有意思了 要咱们都会有意思 咱们都会有意思 考验的时候 没信 如今 杜静芳已经年过古习 她开始将她的工作重心 转移到 年少学生 最深刻 就是那个脚 肿得很厉害的那一次 然后还在家里 给我说戏 脚肿着 排练呢 然后我请呢 决然 我去 来来吧 然后没事 我肿 我就给她放到 放到边上 放在凳子上 不让她空着 那时候肿很厉害 嗯 那时候的脚 是我 就看着心里 说老师还是在说气 说气的时候 很投入的 就完全忘掉 自己的脚 是肿 可是我看着老师 做示范 心里很 很难受 我生意乱世 我成长在智识 我活跃于盛世 国际集团上 说我是东方的皇后 我知道 我仍然是一个学生 永远别忘了自己是学生 要学习 还有就经济的知识 流传后实 她发现乳腺癌的转移规律 为晚期乳腺癌女性 制定个性化治疗方案 她配置化疗药物 精确杀灭乳腺癌的转移肿瘤 下周一同一时间 请收看人物栏目 晚期乳腺癌治疗专家 徐冰和 人物栏目